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了孩子们超级喜欢吃的三明治 既有营养,又也颜值 家人们看一下,你们喜欢吗? 家里有小孩的,可以试作油 全程无难度,我会详细讲解 首先,咱们来煎几颗鸡蛋 锅中提前一热,抹少许的底油 打入鸡蛋 如果家里没有这种锅的 就用平时的电饼秤来煎 煎到鸡蛋的底部变色 给它翻个面 煎到鸡蛋的两边称金黄色 鼓起就证明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方形火腿肠 然后切成厚片 剩下的火腿肠边缘处 我们给它切成长条 然后把火腿条切成碎的火腿钉 切好的火腿钉放入碗中 再加入一大勺玉米粒 然后倒入沙拉酱 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粘稠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准备原味面包片 也就是吐司片 然后把面包片的表面 挤成一层孩子们爱吃的番茄酱 第一片放上肉松 做这个三明治最提味的就是肉松 一定是少不了的 第二片我们放上煎好的鸡蛋 第三片面包片放上火腿 食材放置好以后 再挤成一层蛋黄酱 或者是沙拉酱 然后把三片面包片叠加起来 最上面再放上一层面包片 叠加好的面包片 我们把边缘处这个黄边去掉 去掉以后 这样边缘看得整整齐齐的 特别的美观 接下来准备两个全蛋的鸡蛋液 搅打均匀 那些我们叠加好的面包片 边缘处抹成一层鸡蛋液 薄薄一层 只要抹匀即可 四个切面都给它涂满蛋液 做好的面包片我们给它放在烤盘里 然后在最上面的面包片表面 也给它涂上一层蛋液 最底下一层记住不放蛋液 最后上面再放上一勺玉米粒火腿丁 然后用小勺给它压平压均匀 然后我们倾斜照搅对搅着 挤成一层沙拉酱 烤箱上火开下火关闭 180度烤上8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我们看一下 哇 这颜色特别的漂亮 好吃的三明治就出炉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从中间切开 这个三明治我们也可以这样横着切 也可以斜着切 从中间一分两半 切的时候要慢一点 一层肉松一层鸡蛋一层火腿 有肉有蛋还有蔬菜 真的是营养齐全又美味 在将哪里 购物的帅哥